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网站19日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周一表示 俄罗斯认为希腊计划向乌克兰提供 此前从俄罗斯购买的S-300防空系统 会被视为公开敌对行为 报道提出 如果美国同意用爱国者防空系统 来替换这些苏联时代的系统 希腊也表示考虑向基辅提供S-300防空系统 扎哈罗瓦说到最近希腊领导层 越来越多的谈论准备向乌克兰移交部署在 克里特岛的S-300PMU-1防空导弹系统 条件是收到额外的美之爱国者防空系统来进行替换 我们认为 向基辅证券提供S-300和其他俄罗斯 苏联制造的防空系统的挑衅性计划 是对俄罗斯的公开敌对 他表示这些公然违反 1995年10月30日签署的俄罗斯希腊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协议 和2013年12月3日签署的关于军事产品供应协议的规定 这些协议明确禁止希腊在未经俄罗斯同意情况下 将我们俄方交付的军事装备再出口给第三方 俄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违反协议义务将不可避免的产生后果 更不用说希腊在防空领域的国防能力已经削弱 显然希腊方面对武器贸易的国际限制完全是漠不关心 这些限制不允许将武器出口到可能导致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加剧冲突的地区 最后毫无疑问的是俄罗斯武装部队将及时追踪并摧毁所有运往希腊的军事装备 现在还为时不晚 可以放弃危险的想法 我们再次就要承担的责任警告希腊领导层 扎哈罗瓦还提到 此剧也将与大多数希腊人在此时上的态度发生冲突 并补充到 根据明义调查 70%的希腊人反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RT报道称 虽然扎哈罗瓦没有引用他的消息来源 但希腊广播公司MegaTV在3月份进行的一项 民调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希腊人反对向基辅提供军事装备 RT报道提到希腊国防部长尼古拉斯 哈纳交托普罗斯近日表示 如果美国在克里特岛上部署爱国者系统 并将其整合到希腊国家防空系统后 S300就可以移除 俄美指出 希腊最近的声明表示 该国的立场自6月以来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当时帕纳交托普罗斯坚称 希腊不会向乌克兰提供S300系统 因为希腊国内需要这些系统 RT报道称 俄罗斯一再警告西方国家 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只会延长冲突